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若海话里的意思是 范贤此刻如此危险 你这个院长却还在贺州纳梁 是不是太放心了些 陛下暂时还不会杀了范贤 在没有一统天下之前 他还不会这么做 陈平平既然敢堂而皇之的离开 那就不怕庆帝在京都对范贤下手 其实此次庆帝掉他离京 一开始的任务并不是调查秦涅失踪 而是另外一件事 您是说 陛下在没得到长公主的下落前 在没有彻底统一天下前 还会继续利用范贤 一个人还活着 其实很大程度上 那是因为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在这盘巨大无比的棋局中 比如高达 比如王启年 他们能活着 完全是因为在这盘棋中 他们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而范贤在这盘棋中 也是如此 长公主与陛下之间的秘密 关系到陛下的皇位 所以对于长公主 陛下势在必得 陛下的皇位一旦出现问题 一统天下 变成了笑话 陛下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这种事发生的 他知道 只要范贤一死 长公主的踪迹就再也无人知晓 所以陛下不会杀了范贤 就算范贤承认秦涅失踪 乃是他直使无助干的 陈萍萍没有提及神庙的秘密 这件事即便是颜若海这等级别的人 也无权知晓 当然 神庙的秘密也是范贤的护身符 但比之长公主 这个护身符的重要性 却要小上许多 毕竟危及庆帝本身的东西 才是最值得庆帝关注的 至于神庙 那是在庆帝名正言顺 拥有皇位 拥有皇权的情况下 才能去探究的所在 只是 花费了二十年之久去探究这样一个秘密 庆帝显然也不想就此失之交臂 所以 这个秘密现在依旧是范贤的护身符 但是院长 属下觉得陛下不一定非要通过范贤来找到长公主 当初诸葛能够投靠长公主 谁也保不准咱们监察院内部还有皇室的人 万一 颜若海担心的是 庆帝从监察院入手 毕竟当初诸葛能够投靠长公主 庆帝难道就不会在监察院内安插自己的眼线 而且比之长公主 庆帝的身份明显更容易办到这件事 我猜也是 所以长公主的下落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包括其他主办 现在 咱们就看看范贤在京都如何与陛下周旋吧 只要范贤能够争取到五竹回京 那么一切都将归于平静的 陈平平眺望着下夜的天空 那是满天繁星的天空 格外的绚烂 五竹还在赶路 对于他而言 赶路不是一件难事 可难的是 他的脑子总会不由自主的去想这几日发生的事 但他又想不起来 于是就很头疼 这种头疼严重影响了他的赶路 虽然已经时日过去 可是他却刚刚进入南庆边境 望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五竹的心里第一次浮现出一丝忐忑 他并不知道忐忑是什么意思 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心情 可是他能感到不安 正如当初听闻范贤被刺之后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范贤 五竹的脑海中呼的浮现出几个片段 有借青梅的影子闪过 有范贤的身影闪过 还有一个格外的模糊 他怎么也看不清楚 而在这些片段中 他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范贤 啊 剧烈的头疼 便像是有人正拿着刀 不断地割开他的脑皮 然后狠狠地凿入他的脑骨 尖锐无比 五竹倒在一棵大树底下 抱着脑袋不停地翻滚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从他的嘴里不断传出 四周一片死尽 也不知这样挣扎了多久 当五竹停下来 坐在大树底下 眺望与陈平平看的同一片天空的时候 他呼的发觉 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开始慢慢地复苏 那些原本模糊的身影也在此刻逐渐清晰起来 就好似标情变成了蓝光 近视眼被戴上了眼镜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 那是 他注视着自己脑海中的画面 缓缓伸出手 想要去触碰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面前只是一片虚空 他仰望的星空仍旧一片璀璨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但是他脸上灿烂的笑容 却在告诉旁人 他看到的是一种美好的景象 然而 仅仅只是一瞬 他的笑容 戛然而止 接着 便是汹涌澎湃的杀气 五竹 出发了 那个声音在太平别院外响起 五竹离开之际 身后还传来叶清梅生气的呼喊声 可是他没有停下 一路来到门外 门外是一匹兽马 还有一行武士 各个健壮无比 人手牵着一匹马 马上驮着一大包东西 也不知是什么 五竹的目光 转向领头的那人 那人看上去很年轻 不过二十七八的模样 见眉心目 格外的英俊 你练得怎么样啊 这一次 有没有把握 青年问道 哼 五竹并不答话 冷哼一声 翻身上马 然后一溜烟的 朝着北方而去 回忆到这里 再度戛染而至 五竹脸上的杀意 也在此时消散于无形 死尽的荒野中 只有些许虫鸣 在远处响起 他头上的星空 在不知不觉间 悄然变换了 也不知那些星星 失去了色彩 又有哪些星星 亮了起来 好似这诺大的人世间 有些生命正在消失 但也有些生命 正在茁壮成长 他站起身来 一片肃然 庆帝清蒸了 四叶青梅死后 二十多年之久 庆帝再度传出 要清蒸的旨意 煞时间天下震动 陛下要清蒸东一城 我大庆战旗 将插在天下第一城的城头上 陛下雄才大略 定能横扫六合 一统天下 陛下 糊涂呀 最后这一句 陛下糊涂 乃是远在贺州城的 陈萍萍说的 幸亏庆帝 没在他身旁 不然 他肯定又要挨 庆帝的白眼 朝中对庆帝清蒸 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因为南庆的文武百官都知道 庆帝清蒸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 当年他在马背上立下的赫赫军功 便是将南庆的所有将军加在一起 只怕也比不过 而且秦也失踪 东晋大军 军心不稳 此时传出庆帝清蒸的消息 自然能鼓舞士气 从而一鼓作气 拿下东一城 于是乎 整个南庆朝廷都奔忙起来 为此次庆帝清蒸做准备 除了小范府 大范府的范健身为户部侍郎 庆帝清蒸所花费的巨大银两 自是需要他去负责估算与拨付的 而范贤自皇宫出来后 便一头扎进了府中 再也没出来过 对外面的事 似乎也不关心 然而就在小范府 平静异常之际 禁地的另外一道圣旨 从天而降 卓镇北侯 引军三十万 即日出征 功法北齐 这道圣旨 几乎没有任何废话 非常的简明恶药 另外二司里里 海棠朵朵 范若若 范思者等人 听到圣旨的一瞬间 不约而同的 第一时间把目光 转向了范贤 侯公公传完旨意后 欲言又止 公公请直言 范贤收下圣旨后 淡淡地说 侯爷 此次陛下大动干戈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身上担子很重啊 侯公公这话里的意思 实在太过明显 以至于连一旁的范思者 都听明白了 公公慢走 范贤亲自送侯公公 至府门外 这才拿着圣旨 转身回来 正听中 一干人等 皆是望着范贤 都坐吧 也是要好好地 与你们交代一番 范贤摆手 示意众人请坐 而后 这才放下圣旨 端起茶盏 一口清茶入口 久违的借意 再度从心中涌起 相公 林婉儿看着范贤 脸上写满了担忧 谁知范贤 却对他微微摆手 先说范思哲吧 三国的稿子 你那儿还有多少 范贤淡然地问道 只有最后两张 不足一册 三国的出版 乃是五张一册 这得益于范思哲的 经营手段 五张一册 既不会太长 但也不会太短 刚好满足出一册的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 这样的出书速度 能够大幅度提高 书局的盈利 这几日我又写了五张 你七张合成一册 先出了 内裤的生意 你还要继续打理 若是遇到不懂 或者无法决断的事 可以请教爹 范思哲 毕竟还是小年轻 内裤的生意如此庞大 要打交道的人很多 若没有范贤的指点 范贤实在难以相信 范思哲 能够处理妥当 哥 范思哲神色忧虑地看着他 然而范贤却再度摆手 你先去吧 对了 飞鱼 你也跟范思哲去 范贤 示意一旁的左飞鱼 也跟上去 范贤 斯里里刚叫出范贤的名字 范贤的声音便将其打断了 功法北极凶险一场 若是带着飞鱼 我只怕我也分身乏术 让他留在京都 有我爹和陈明定保护 当没人动得了他 范贤看着斯里里 目光之中 潜藏着温情 左飞鱼文言 呼得上前 范大哥 你没觉得此次这些事来的有些过于突然 左飞鱼虽不反驳范贤的安排 但在范贤还未离开之际 他却想就当前的局势分析一番 你说 范贤没有阻止 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检验左飞鱼的功课了 东夷城和北极 谁都知道北极更为重要 只要攻下北极 东夷城可谓不攻自破 此次庆帝出征 东夷城只率军二十万 而你出征北极则带了三十万 再加上二十万边军 足足五十万大军 庆国大半的军队都掌握在你手中 庆帝这一招怎么看都像是在试探你 左飞鱼审时度势的功力并不差 只是之前他并未有过这样的机会 而且之前一直埋头于读书 并未就实事进行分析和探究 所以旁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很是敏锐 继续 范贤微笑着点头 庆帝清征东一城 四顾剑却一直未曾传来消息 据你之前所言 陈平平曾受庆帝旨意 暗中联络四顾剑 我们有理由怀疑 庆帝此次清征极有可能是一场戏 专门演给你看的 他的真正目的不是东一城 而是北齐 所以你无论能不能攻下北齐 最后都会有清帝出手 若你攻下了北齐 那你很有可能被他软禁在北齐 再也回不到京都 那自然无法调查你母亲的死因 若你没有攻下北齐 那他更有借口对你出手 从而让你在南庆百姓心中失去原有的地位 范贤的话音落下 整个堂上顿时一片安静 范贤面露思索之色 片刻后看向他 还有呢 还有 关于长公主的下落 也就是陈平平 若他知道此次东征 与北征乃是庆帝之局 必然会料到庆帝会如何对你出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你是否能攻下北齐 都免不了被庆帝打压 所以他若是想救你 应该会交出长公主 但若他交出了长公主 那么你手上的底牌便只剩下秦夜 而秦夜乃是你只派五竹先生抓回来的 在南庆百姓的眼中 你是阻碍南庆一统天下的罪人 所以这张底牌你不能用 如此一来 庆帝便再无所估计 左飞宇将最坏的情况都已经料到 他说的每一种可能都合情合理 而且丝毫不差 范贤看着他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没想到 左飞宇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到这么多 绝对陈平平第二呀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 outez 敝国有万的